KPL新瓜曝光 XYG又有大动作 张大仙回归直播后 战队的运营也跟上了节奏 然后张大仙临时兴起开播 一句话让事情尘埃落定 王者还玩吗 后面玩 Nice 并怒对了弹幕 真拿我当大牌 伴随着是冠小组赛就快要结束 没有参加比赛的选手 已经在开始物色新冬架 立马就有玩家爆出新瓜 各个队伍都有一些可以出去试训的选手 比如MTG阿怪 魏央 久凡等等 Estar阿旦则是已经有俱乐部 想要把他买走 紫金 无名 风洁都会去试训 而最让人关心的就是张大仙的XYG 随着他近期回归直播 战队也是有了一些新动作 并且试训的人数还不少 意味着XYG春季赛肯定会有变化 老人组是不可能再重聚了 大概率只有编路今晚不会被换 其他位置都有可能出现变化 然后张大仙又明确表示 后面会播王者 到时候他甚至可能跟某英达成新的合作 XYG拥有资本入住 成绩自然有机会一飞冲天 这也是张大仙会直言 不缺绑一这点礼物的原因之一 你刷礼物也不是因为单纯喜欢张大仙 大家心知肚明 却还要安排人带节奏 自然让他忍无可忍 我把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大佐 不拉黑你 拉黑谁 什么 别来刷 别来刷 谁把他拉黑了 一天到晚 我也不知道他们工会搞了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人家主播不一定会这样搞 工会思想别太难看了呀 一天到晚刷个绑一这那的 哪那么多事呢 差你那点的 是吧 直接服带抽手机 缺你给我刷一点 工会的人就过来什么绑一 那个主播是我女朋友这那的 你可真会玩呀 抖音是被你们玩明白的 我相信人家主播肯定不是 但你架不住他什么MCN机构 或者他工会那些运营 一天到晚搞一些骚操作有必要吗 好好播自己的东西 开心自然就会有人来找你啊 对吧 有人喜欢看不就完了吗 需要蹭啊 不是有些东西我可以看破不说破 但你不能 是吧 你不能运营的太狠了 对吧 懂我肯定都懂啊 你刷个礼物 挂个绑一绑二绑三 然后是吧 有兄弟过来看看啊 是吧 觉得喜欢就点个关注 这没什么嘛 但不能带解决 不要跟我扯 没毛病吧 是不是 总的来说 这次是训的选手很多 毕竟这次的转会期 来的有点晚 夏季赛挑战者杯 试惯打完才有 选手抓不住这个机会 后面估计又要很久没比赛可打 至于张大仙波王者是迟早的事 并且听他的语气 应该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离波王者指日可待 然后拉黑榜一 主要是太会带节奏了 张大仙自从上一段感情使出问题后 如今对这个话题就特别敏感 想利用他的热度拉流量 从这方面下手就错了 大家觉得呢